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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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从哪些方面看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的 以前他走路是指高气行这样 现在是好像驼飞这样子 之前是前途后翘 现在也是前途后翘 但是比较大的前途后翘 那在性格方面呢 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以前他很爱我化妆 下楼也要化妆 多多少少都有点打扮 但是现在他朋友叫他出门 他就找很多借口 因为他不想去面对太多人 因为他的身材改变得太多 那你中间就没有鼓励他 叫他减肥还是什么的吗 因为看孩子时间很长 所以有时你想做 没有那种持续的恒星去做 所以多数都是可能一两天之后就放弃了 那他以前是做些什么的 在跟我结婚之前当过模特一段时间 哇 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曾经让人感觉惊艳的Celine 往日的风采不在 如今身为人目的她和从前相逼见智 判若两人 哇 真的是美女一鸣耶 你看 其实感觉她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整个外型再加上化妆打扮 你看 对 而且你看下巴尖尖的 那时候的她应该是很瘦很瘦才对 对啊 所以你看她身材对比是很大的分别 你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坦白讲怎么样 但是被电到 没有啦 因为感觉上很不同 因为你看照片的话 真的是很有那种模特儿的架势 对 而且你看她还穿泳装 身材非常棒 对 身形真的很不一样 整个感觉呈现出来 对 那现在她有没有偶尔这样翻翻这些 来看一看 她也不想去翻 因为她助行伤情 往事不堪回首 身材主要的Sherine 竟然从美女变成 我朋友每次每次都叫我说 你现在是好像发眉的美女 以前是有外号叫我 每个人以前叫我美女 因为我身材是挺特殊的 现在也真的是 真的是发眉 没有 十年前的模特儿 遥身一遍 成为现在的瘦身主角 滋味当然不好受 这是我们的瘦身主角 Sherine呢 已经坐在我们身边了 Sherine 其实在这么多年里面 你一次的一次照镜子 看到自己越来越胖 其实是怎么样感受的 很自比 很伤心 我觉得好像见不得光 每次好像说 如果见到我丈夫的朋友 还是亲戚 多数我会躲在一个房间 还是躲在他后面 我不会有什么畜生的 我们暂时抛开外形 不说的话 我觉得信心方面 应该有很大的改变吧 就好像之前 我们看到那些照片 跟现在 现在的我走路 我觉得我会一直看着地上走 我不是像以前这样 就是挺胸做人 那你生完了第一个之后呢 你就没有其实跟自己说 你要努力的减肥吗 生完第一个 我的身材还没有这么糟糕 不过接下来我没有去照顾 我以为我一直以为 自己的身材会永远这么美丽 所以我以为我 给我一点时间 可能我会自己自然瘦下来 谁知道没有瘦到 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梦想 如果这里有机会再瘦下来 我是想有这个机会 当回模特儿 那你以前是模特儿吗 其实你是从事那种 Catwalk的模特儿 还是那种平面广告的模特儿 有Catwalk的 我现在如果叫我回去走Catwalk 我不是很赶 因为我的腿这么大 我不是 我已经很久没有穿高跟鞋了 所以我怕我 没有这个本事穿的高跟鞋 怕会跌倒出丑 如果有机会瘦下来的话 你是不建议再走毛布的对吗 你是不建议啊 其实我们制作单位呢 也准备了一个驾驶要给你的 我要带她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是要去哪里都不想知道 我不能看到我去而已 我现在也很惊讶 事先对于制作组的安排 全然不知的Seline 一脸的茫然 一路上对于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 Seline原本概念模糊 但在车子逼近目的地的那一刻 就开始有些同事了 来到这个对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Seline 忐忑不安的心情 即刻斜满脸上 并且有些不知所措 来 来 来到这里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 我猜应该是会去我以前的Agency 这时候心情怎么样 很兴奋 真的很惊讶 有多久没有出现在那里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这个地方了 好 我让你带路 好 我带路了 好 走啦 来 你还记得怎么去吗 我记得 不记得 好 我带路 来吧 事隔十年 连周围的环境都变得有些陌生 Seline 此刻心情的起伏 没有人能够了解 即将回到曾经栽培过自己的老地方 相信不管是谁 心情都会感觉格外复杂 到了 到了 走 就地重游 当年的记忆难免浮现脑海 一想到自己曾经也在这里追逐梦想 Seline对这里的一切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制作组的安排下 曾经也是模特儿的Seline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回到了从前的模特儿公司 心中百感交集 回到阔别已久的地方 看着模特儿彩排的过程 往事历历在目 然而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 却又仿佛离自己好遥远 相比之下 一个个身材较好的模特儿 让Seline的身形显得更加笨拙 模特儿展现的百分之性 更让此刻的她感觉忘成莫及 想会想像他们这样 如果有这个机会 你看他们的身材 一个天一个地 现在该吐了不吐 不应该吐了不吐 我以前其实也是走过猫肚 然后每一次我都看到模特儿的时候 都会觉得我很想念一天的日子 你会不会想念一天的日子 可能想念一天的日子 我真的很怀念哦 可是你看他们的身材 真的是想想被以前的身材 以前也是真的这样瘦的对吗 真的哦 你不要这样紧张 看你真的整个眼眶 你看完全红到这个样子了 其实现在的倾听是怎么样的 是羡慕 是自卑 但是是这样的 又惊讶又羡慕 你真的是因为觉得自己 可能没有机会恢复这样吗 很难哦 为什么会觉得很难真的 因为我就是在很大的分别 他们的脚很错 你看我的真的是很胖 也很难哦 没有啦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对自己要有信心啦 脱离这行多年 再加上身材走样 是否美梦注定难缘呢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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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我们带她来这边 当然也要跟她负责人聊一聊啦 其实这女孩 以前是一个模特儿 真的吗 我没想到 她看起来很不同 我猜她已经改变了 你意思是 她其实没有什么需要 成为模特儿吗 没有 可能因为她的模特儿 她需要更改变 我觉得更改变 其实她知道了 而且她的一种想法 后来给三个孩子 是要真的 尽量一下 然后看看 有机会 回到模特儿的 来做什么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有几个模特儿 有几个模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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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真的努力 要断断断 直至连接 然后他们成为 成为非常好 这不是一个问题 在一个模特儿 有几个基本步 你不能忘记 对吗 所以 你会想向我们的计划 对吗 你还记得什么 对吗 你还记得吗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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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度 我还记得 实际上 grinding 鼓励下,勇敢地穿上了久违的高跟鞋 我现在不能会不会走 可以让我站起来吗 赶一赶,来 你记得她吗 她记得她 谢谢 她记得她 可能她可能没有做过一段时间 所以她不确定 因为当她站起来,她完全没有肯定 但一回一回就觉得 光是回来 对,我认为模特儿拍摄 然后谈到她 我认为她有点肯定 我认为10%已经有肯定 我认为她的肯定 更多 最重要就是家人的鼓励 还有你自己的努力 所以要好好地表现 我们也会全组 帮你加油,好不好 谢谢 不要气馁,要加油 为了实现梦想 Sherlene已经勇敢地踏出了她的第一步 接下来需要的是 真正能够了解 Sherlene肥胖问题的专人 才能够对症下药 让重获往日的身段 不再只是个梦 我身为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很了解Sherlene的心情 当你生产后 你看到自己身材走样 样子不漂亮 你会很frustrated 而设去了星星 我相信 Jean Yip能够帮Sherlene收生 而给她一个新的形象 让她重建她的星星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要针对的是你的肚腩 臀部 还有大腿这部分 就是因为站姿的问题 影响到了你的胸部 你会发现你的胸部已经开始下垂了 所以在那方面呢 我们也会跟你做一些护理 让她挺起来 就是挺胸做人 我会建议她要做的是 我们的Tummy Detox 清肠排毒的护理 让她的堵难的这些蜂窝组织 还有这些阻塞的问题都清除掉 除了Tummy Detox 可以帮她做排毒的问题呢 我也建议她做G5的按摩 这种按摩法呢 是有枕栋的按摩 可以帮她把这些很硬的蜂窝组织 打散 有淋巴排毒的效果 所以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她的蜂窝组织 就可以慢慢地消失了 Cherlene瘦身的过程 绝不孤单 因为身后 有位重要的男人 时刻给她支持和鼓励 所以你怎么会支持你的妻子 如果她要去这个程序 当然是100% 100多% 有多少能力的人支持她 就是支持她 全心全意想老婆 找回自信的Leslie 履行了试镜时的诺言 接送老婆做护脸的同时 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通往梦想的路上 获得多方面的支持 Cherlene能否一扫 往日安齐的老气形象亮丽出击 并成功抓住你的视线呢 交好的身段绝非理所当然 十年前曾经是位模特的Cherlene 产后身材走样 自信也跟着跌落谷底 希望借着瘦身 恢复往日的身段 重拾自信 在专人的协助和丈夫的支持下 是令往梦想一步步迈进 女人要容光焕发 当然也少不了美容护理的呵护 除了在脸部进行修饰 让轮廓更鲜明 一对好看的眉毛 能够让人看起来更添魅力 原本眉型不齐的双眉 在日本开运秀眉的辅助下 变得更富立体感 要塑造全新形象 当然不能忽略了三千烦恼丝 Cherlene的髮型 我认为她的细节和细节 不符合她 所以我需要做的是 放一些离开细节 让她更鲜明 我认为她的颜色很淡 我认为她的颜色 我认为她的颜色更淡 我认为她的颜色很濕 给她的颜色很涼 那么好 而在个新的颜色 他使是颜色 份颜色 我认为她的颜色 她的颜色 像颜色 颜色 我认为她的颜色 她和颜色 颜色 突出的发型再加上纯实的化妆技巧 能够让人变得与众不同 经过发型师的巧手和化妆师的洗心装扮后 Seline往日老气的形象究竟会有什么改变呢 我终于收下来了 我终于摆脱我的黄脸破的样子了 对于Seline这段期间的转变 一直守在她身旁 默默支持着的老公Leslie应该最清楚疑惑 自从她参加这个节目之后 我发现她真的有很大的转变 在她的外形还有她的心情上 真的是改变了很多 她开始跟她的朋友出去了 家里也多了一点孝顺 我很开心她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我看到她已经恢复到她以前 在生孩子之前那种漂亮又自信女人的影子了 在短短的七个星期内 Seline的成绩有目共睹 原本65公斤的她足足减了7公斤 腰部缩小了约5寸 杜南更在短期内就减了3寸 连手臂也减了约2寸 另外长期被胸部下垂所困扰的她 也终于成功挺胸做人了 瘦身后的Seline成功甩掉黄脸婆的称号 不但给人惊艳的感觉 还更天妩媚 每个姿势摆起来都特别有味道 如今散发娇人的魅力与光彩 是从前的Seline所做不到的 正在忙着为自己待会儿的演出 做准备的Seline呢 曾经回到十年前的模特儿公司 因为自己身材走样 而当场伤心流泪 今时不同往日 她马上就要在一场服装秀上亮相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她的改变 我马上就要出场了 我很怕 我怕我会跌倒 我当心我会做错台服 我怕我会踩到我裙子 我希望我会做得最好 给我老公 大家人看 我不要让他们失望 一想到台下的家人和朋友 对自己的期望 十年没走猫肺的Seline 在后台其实一点都不轻松 出场前的紧张情绪 丝毫没有影响Seline的表现 亮丽登场的她 很快就进入了状况 展现昔日的模特儿架势 一举手 一投足 都扣住了众人的目光 自信的表现 更让台下的亲人感动不已 刚才是不是真的很紧张 很紧张 我心情真的是 我真的是 不懂要讲心 对你来说应该是OK的吗 以前也试过 有试过过已经很久了 所以那时候要踩上去的第一步 那时候你的心里是在想些什么 我跟她自己讲 尽量 尽量 抛开一切 然后 已经说我 把我的心情全部拿回来 你老公也帮了很多嘛对不对 多多少少 你做了些什么 对啊你做了些什么 我听说你做了很多东西的 没有很多啦 只是说 提醒她不要吃那么多啦 然后 她还叫我走猫 因为她的记性不好 所以我就陪她去 那个 训练 摩托的中心训练 然后就去帮她记住 然后在家里 帮她提醒她 这样是很温馨的好不好 学了就在家里 不对走两步转一圈 走三步转两圈 有什么东西要跟老公说的 很谢谢她咯 她真的帮我很多 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时间在我身上 不止这点 她真的很鼓励我 她 去哪里还是跟我讲 要有心情 请凶做人 好啦我相信呢 能够再次的重回自己 阔别那么多年的 这猫步台上 走猫步是一件 非常值得自己欣慰的事 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 Seline可以永远地 开开心心地走下去 魅力百分百 我的开心心台 经过这么久 我终于在今天 我能尝试走回猫步 我把我心情找回来了 我很想感谢我的先生 谢谢你老公 要不是你 我就不会有这个机会 站在台上 走猫步给你们看 我没有让你们失望 我也终于做到了 我也想感谢 Gene Dawn Murvin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我身上 还有台前幕后的人 谢谢你们 每个人帮了我 谢谢 从即日起 樊波店Gene的顾客 将能够享有 高达50%的美发 美容瘦身护理特价优惠 PLT光波美疗永久脱毛 以及活肤护理 价钱从88元起 询问电话 6332-991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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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9918 7331-991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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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